亲爱的弟兄,我是志诚 在这期留言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 奇迹课程证文的十八章第二节 梦境的基础 我们昨天读到了第五段的一半 第十句的位置 那我们今天会从第十句的地方继续往下读 这边第五段的中间是一个重点 中间到后面 他说,你想要打造一个虚幻世界的愿望 仍然不时在心中作祟 你好是醒过来的那个世界 其实只是你梦中世界的另外一个翻版而已 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 早上的时候看起来好像你醒来了 从梦中醒来了 但是你只是从其中一个梦 转移到另外一个梦境而已 两个都是梦 而且做出这两个梦的是同一个心灵 所以我们在白天这个现实世界中 我们常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 那后来有一些心理学家呢 去研究我们晚上做的梦 那就发现我们晚上做的梦呢 其实十个梦里面 大概也有八九个梦呢 都是二梦 所以可以让你看出 这两边其实都是同一个心灵所做出的梦 那么如果你在白天学了奇异课程 学了宽数的话 那么你会发现你在晚上的时候 逐渐的也能够自然而然的去一起宽数 因为毕竟都是同一个心灵做的 不同的梦 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这个在下面就有写 第十二句非常触目尽心 它说你一生的光阴都耗在梦中 那睡时的梦也好 醒时的梦也罢 不同的只是形式而已 内涵则毫无差别 内涵毫无差别 因为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这是同一个心灵所做的梦 只是形式上不太一样 可能在其中一个梦里面 你不能飞 在另外一个梦里面你可以飞 但是其实就实相来说 这没有任何差别 那么它说呢 它们代表的都是你对真理的抗议 也就是你自以为能够改变真理的 那个牢不可破的疯狂念头 就自以为能够跟上主分裂 能够改变上主的那个一体性 好 那下面第六段呢 它说圣灵的智慧一向非常的务实 它会接受你的梦境 只是把它转为帮你觉醒的工具而已 所以这个接受你的梦境 并不是认同你的梦境 它是把你的梦境 做为什么呢 就是帮你觉醒的工具 就是让你在你的这些各种关系中 去做学习 那么它说呢 你只会借着做梦来让自己昏睡下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小五的目的跟圣灵的目的 是刚好相反的 那小五碰到了一段 让他很不平安的关系 那么他做的事情就是定罪嘛 他就继续学习如何去定罪 然后如何去控制 然后如何去跟对方情绪勒索 那么圣灵做的事情呢 是利用这样的一段关系来提醒你说 你已经认同小五的思维了 你已经离开了真理了 那现在是你宽恕的时候 学习宽恕的时候 这个叫做把它转为帮你觉醒的工具 因为我们在关系中 最好能够去看到我们内在深处的信念是什么 我们投射出来的那些小的信念是什么 那么他接着说呢 在梦境彻底消失以前 第一个转变的征兆 即使你的恶梦 转变成了美梦 那么这个到下面的十八章的第五节 它的标题就是美梦 那么我们还会讲到 这个美梦并不是很多奇异跟初学者 所理解的那种美梦 因为它指的不是美梦成真的那个美梦 它指的是以宽恕的眼光 看这个世界 你所看到的世界 它把它称作叫美梦 那么他说呢 这是圣灵借着你的特殊关系所发挥的大用 圣灵无意摧毁你的关系 也不会将它由你身边夺走 那这句话必须要小心解读 否则就会出一些错误 就圣灵没有要把你的特殊关系夺走 但是他的确要把那个特殊性给拿走 这边是你要区分清楚的 因为有些人看到这句话呢 心里面就会安心下来 应该说他的小我就安心了 他觉得圣灵没有要把我的特殊性拿走 其实他是要把你的特殊性拿走 但是关系是可以保留 因为关系只是形式啊 就是说你不必在形式上面去做文章 你在形式上面去做文章 也没有什么用 比如说出家这件事情 就在形式上面去做文章 那你必须要抛弃人间的这些关系 然后人间的财产等等这些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说 换他不换腰 就是你会在关系上执着 那么你进到寺院里面去的时候 你的师父俨然就成了你的父母嘛 然后你的同袍俨然就成了你的兄弟嘛 所以换他不换腰是这个意思 所以你要从内涵上面去修炼 而不从形式上面去做一些改变 然后搞得好像你就比别人清告一样了 那么他说呢 圣灵只会转变他的用途 帮你看清只有他的目的才是真的 所以这个用途跟目的是这边的一个重点 那么他说呢 你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特殊关系 只是这些关系不再是你的痛苦跟追究的原因了 这个一样小心解读 所谓保持自己的特殊关系 不是说按照你原本的那一套去生活 他指的是说 在形式上你可以去保存这个特殊关系 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因为学期课程而跟你伴侣离婚 它是这个意思 这叫持续保有 是在形式上面保有 但是内涵上已经失去了那个特殊性了 所以如果你是真的以宽宿的眼光去看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人如果发生一些意外 甚至死亡了 你也能够平安的 然后你爱他 不会比爱其他的人多那么一点点 这才是所谓的一体之爱 所以显然这个应该跟我们小我想见的那种关系会差别很大 好那下面的第七段呢 第七句 他说因为你已献出了自己的关系 供他发挥大用 他才能因你之故而唤醒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因为你宽宿了之后 心情是一体的 也就等于是你代替所有弟兄一起都宽宿了 好 所以是唤醒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他不是从外面去唤醒 唤醒 他是一个往内的过程 好那下面第八段呢 第二句 他说梦定确实能够造出一个虚假不实的世界 这个并不足以为奇 但是你的心灵竟然会生出这种愿望 那才真的是匪夷所思 那这个愿望当然指的就是 渴望分裂 然后渴望得到特殊性的这个愿望 那为什么很奇怪呢 他说匪夷所思 因为这个愿望他是永远不会成真的 然后他创造出来的一切完全是虚幻的 他绝对是没有办法让你得到真正的幸福的 好那最后面第九段呢 第四句开始他有讲到这个真实世界 那么这个真实世界呢 我们就一并在第五节的地方给大家讲一讲 那其实我们前面有多次提到这个真实世界跟美梦的意思 基本上是画上等号的 也就是你以宽恕的眼光来看的这个世界 就叫做真实世界 那么所以他还是在幻象的层次 因为只要有世界两个字就是表示有形有象的事物 那么任何有形有象的事物都是幻象 只是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中性的 所以他的确可以反映出那个上组的光芒出来 就像我们在练习课29课30课里面所看到的那样 好那下面第六句开始呢 他说醒时之梦很容易转入实相 这个翻成醒时之梦不太对 因为他的那个前面有一个醒时之梦跟睡时之梦 他说这两个梦是内涵相同 形式可能有些不同 那这边这个地方很明显 他的意思不是在指那个醒时之梦 就是你现在所处的这个阶段 他前面的那个原文是Waking Dream 然后这边是Dream of Waking 看起来好像很像 但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这边所说的这个Dream of Waking 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真实世界的这个境界 那就是等于有些人他们会用亲民梦来说 就是说你虽然是仍然生在梦中 生在这个世界 但是却不属世 你知道这个梦自己正在做梦 你知道这个是梦 那等到你来到这个亲民梦的阶段 知道自己在做梦 好的时候就很容易在下一步进入那个实相里面去 那这个下一步就是我们说上主会踏出他的最后一步的这个 好 那这样我们就讲完了正文十八章的第二节 那这一整章都在讲梦 而且他几乎每一节都很有意思 那包括后面会讲到美梦啊 讲到这个小小愿性啊 然后讲到不需要做任何事啊 那包括这个十八章的最后一节第九节 也是正好我这两天在翻译的 你会发现他其实把整本期课程很好的 又帮你统合了一次 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研读材料 那也推荐你在往后的日子呢 可以回来再多读几遍 啊 好久不見